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歐中峰會 昨晚就以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了 中國方面的代表 就有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歐盟方面的代表 就有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峰會結束以後 雙方沒有發表任何共同宣言 而米歇爾就說 歐中雙方進行了一次 有實質性和開放的對話 換言之在會上 大概都是各說各的話 各吹各的調 基本上都是達不到任何共識 是談不完的 到底在峰會上談了什麼議題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非常關心的 香港問題和人權問題 首先米歇爾就向習近平表示 對於中國所提出的港版國安法 他要表達嚴重的關切 另外他又指控中國 肆意地扣留瑞典公民桂民海 即是銅鑼灣書店的老闆 以及兩名加拿大人 分別就是前外交官康明海和施柏忽 就被中國當局指控他們刺探國家機密 至於馮德萊恩就向習近平表明 如果香港實施國安法 將會有非常之負面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負面的結果呢? 他是沒有說清楚的 歐盟今次在歐中峰會上 當著習近平的面 就著香港問題作出了強硬的表態 很明顯是在回應兩方面的聲音 第一方面就是歐洲議會的決議 在上星期通過了一個關於香港的決議 裡面其中一項就說明 說要求歐盟的執行委員會 是要在歐中峰會上 就著香港的問題作出表態 現在就是做到了 第二方面就是在回應美國的施壓 因為在歐中峰會舉行以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 共和黨領袖Michael Macau 先後都作出了表態 要求歐盟要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 現在出之歐盟也是做到了 當然現在歐盟只不過是作出了一個強硬的表態 到底有沒有一些具體和實質的措施 是會針對中國來做的呢 暫時都未見得到有 在可見的將來也不見得會有 因為歐盟有27個成員國那麼多 有些國家對於中國的態度相當友善 有些跟中國相當疏離 而整體來說 27個歐盟成員國的政府 都是有礙於 要維持跟中國經貿關係的緣故 所以都不敢對中國 作出什麼大刀闊斧的措施 這跟歐洲議會的議員不同 因為歐洲議會不會有一個貿易的包袱 他們純粹是議政的 故此可以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取態 只不過話說回來 雖然歐盟在對華措施上 可能做不到什麼大的舉動 但是有些範疇 仍然是歐盟可以自主決定的 比如說歐洲議會通過關於香港的議案 其中一條說明了 說要對於香港人打開一道徒生門 這就是關乎歐盟27個成員國的移民政策 這就不需要向中國來詢問 這是27個成員國的主權範圍 所以希望歐盟會對於香港人 叫做網開一面 如果是做得到的話 香港人都感恩戴德 因為歐盟事實上對於香港 就真的沒有一個所謂道義責任 道義責任只有英國有 英國現在多多少少 他都在做點事 在BNO的問題上 雖然目前在受益對象當中 仍然是有漏網之餘 即是那些在97年7月1日以後出生 但是又已經連滿了18歲的 BNO護照池有人的子女 他們就不能夠享受到BNO的優惠 現在都有人出來幫他們爭取 我相信到最後都是爭取成功的 但是如果從頭到尾都沒有拿到BNO的那些 就沒辦法了 只好問你自己 或者問你老爸老母 為什麼當時連幾個水都不肯出 真是毫無遠見的 至於除了講香港問題以外 其實還談及到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權問題 歐盟還對於新疆和西藏地區存在的人權問題 表示了關切 馮德萊恩就說 對於歐盟來說 人權和基本的自由是不能談判的 這也是強烈的表態 但是你說他對於新疆或西藏做了什麼具體的措施 是沒有的 但是起碼比不說 對不對 除了說香港議題和人權議題之外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談經貿的議題 本來開會就是為了說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歐中投資協議 但是現在看起來 似乎這個協議能夠成功的機會不是那麼大 而且德國方面還想說今年之內搞得定 看來沒什麼機會了 米歇爾和馮德萊恩敦促中國政府要迅速兌現既有的承諾 並且要完成多年以來所談的歐中投資協議談判 歐洲方面就希望這個歐中投資協議 就可以重新平衡得到歐中的貿易關係 馮德萊恩還說 在未來的幾個月 歐洲就需要看到中國作出一些實質性的承諾 內容就是包括 公佈究竟中國的國有企業到底是怎樣營運的 進一步公開 到底中國政府對於國有企業發放了什麼補貼呢 以及對於強制技術轉讓採取行動 德國仍然是爭取著 要在今年年底之前 即是德國結束歐盟理事會輪任主席國任期之前 仍然能夠舉行一次真正的歐中峰會 去完成歐中投資協議的簽署 實情 他們所說的這些事情 根本上大陸會不會肯去做呢 尤其是現在大陸處於一個經濟下行的階段 它怎麼會採取你才行呢 你歐盟叫中國政府公佈 究竟對於國有企業作出了什麼補貼呢 喂 它一定不會向你公佈 一旦它公佈了的時候 其實分分鐘也會惹上麻煩 包括就是 都不知道會不會違反到 它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 所承諾的一些協議 另外的就是 你歐盟的潛台詞 無非就叫中國不要再對於國有企業有補貼 否則你不需要叫它公開這些資料 是不是 你就是想 在歐中的貿易方面做得公平一些 不要造成中國商品有一個不平等的價格優勢 而且歐盟還要求中國政府 要對於所謂的強制技術轉讓 採取行動 到底何謂強制技術轉讓呢 其實就是說 在中國設廠的外資企業 尤其是美資和歐資那些 當他們開了廠房以後 大陸方面要求這些外資企業 將他們的工業技術轉移給大陸 故此 美國經常都作出指控 就說大陸是偷竊其他國家的技術 當然大陸強烈否認有這些做法 大人你不認的時候 你叫他採取行動 那你說可以採取什麼行動呢 所以歐盟方面 不要這麼天真 到底中國有什麼回應呢 習近平說到 說自從沒有肺疫情發生以來 中國和歐盟就相互支持 相互幫助 中方就願意和歐方攜手努力 推動後疫情時代 中歐關係更加穩健成熟 邁向更高的水平 習近平還強調 說中歐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 合作遠大於競爭 共識遠大於分歧 雙方要相互尊重 求同存異 和而不同 不斷地增進彼此理解和信任 在合作當中擴大共同利益 在發展當中破解難題 打造更具世界影響力的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大家就聽到了 中國和歐洲兩方面 就是各有各講的 牛頭都不打馬嘴 對於這個所謂《港版國安法》有沒有回應 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對著鏡頭 你有你欺負他 有他欺負他 大家在這裡聽話 這些會議 有什麼意義呢? 也不是沒有的 就是讓雙方有一個溝通的機會 所以你說 德國還想在今年的年底 簽訂歐中投資協定嗎? 你說行不行? 真是天曉得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